《武林外传》细经为止已经开播了12年了,它伴随了娱乐均这一代90后的成长,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。 直到现在,这部电视剧依然收到许多人的喜爱,在网络上的播放量和恶搞次数不亚于一部新剧,说它是中国情景喜剧的代表作一点也不为过, 剧中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角色,同掌柜,宇秀彩,白斩堂,行捕头等等,手里捧着窝窝头,菜里没有一滴油每每想起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《武林外传》中的白斩堂。 其实在《武林外传》这部剧里面白斩堂没有怎么谈,最惨的就是乞丐小米了,在同福客栈门口,经常出没的小米时尔和同福客栈的伙伴互帮互助,时尔又与同福客栈为敌。 记得有一级末小辈离家出走了,同福客栈的伙伴们都十分的着急,可是在同福客栈门口乞讨的小米,已回答一个问题,要挟同福客栈的人,来乞讨金钱,实在是又爱又恨呀。 小米在剧中从头到尾不定期的客串,让她成为了除主角外让观众最亲切的角色之一,张星是个70后演员,不过并没有担任过大角色,最出名的角色估计就是《武林外传》中的小米了,但是其实除了乞丐外她还担任着一个重要角色,那就是《武林外传》的副导演张星。 据张星自己透露,当初乞丐一角是她临时兴起家的,不想却成了点睛之笔,索性在后面的剧集中增加了不少戏份,变成了一个最强眼的配角。